OK,那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Enjoy跨境电商市场负责人 我叫子雪 那非常感谢呢 就是大家能在今天这个时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本次直播的这个主题的话是拥抱流量时代创新叫思维 也非常开心可以请到这个TikTok for Business的电商行业经理孟琪 以及Asian Beer的BD商务总监Effy 那稍后的话就是这两位也会依次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的话呢 想跟大家先唠一下 现在的话其实我们跨境人都知道 已经是Q4的最后一波冲刺阶段了 那我们回顾整个2021 好像对于跨境人来讲的话 其实不是那么的顺利 像今年的话我们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一些挑战 像这个平台封号啊 就是平凡的封号 这个其实对快利人来讲的话是影响还蛮大的 但是其实我们也会发现 就是即使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 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品牌 它做出来了 那包括也有一些卖家 它还是爆单了 那同时的话呢 我们这个行业也吸引了很多外界的目光 包括说很多的这个独立站的新的卖家 也不断的去涌入进来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也想给我们整一个跨境圈子 我们整个跨境人一句话 就是说 渡过难关其实是一种心态 你想要跨过去的话 就必然能跨过去 那也希望这个能够 就是迎接来我们更顺利的2022吧 行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开始我们正式今天的一个主题 说到流量呢 其实大家就会想到谷歌 Facebook 比方说现在非常火的TikTok 以及说Snapchat这些社媒 那对比起这个Facebook来说的话呢 谷歌可能会是让我们很多卖家朋友 望而却步的一个渠道 因为大家认知中的话 都会觉得一个是谷歌 它前期的一个投入成本 包括说它的一个时间成本 也会相对Facebook来说要高很多 包括它的一个投放的策略 跟它投放的难度 都会相对比较大一些 所以我们很多卖家朋友 也不敢轻易去尝试 那对于很多新入住 就是新进场的一些 独立站的卖家来说 包括说我们2022年 要去做了一个铺垫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先带着大家来做一个 谷歌广告的一个简单出路了解 OK 好 那我今天的一个分享的话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 谷歌广告它有哪几种形式 好 大家已知的话呢 像谷歌广告 我们有搜索广告 展示类的广告 以及视频广告 其实我们应该还会有一个 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 叫购物广告 这里没有放下来 因为购物广告的话 它其实也是搜索类的广告 后面我们也会去重点去讲到 好 那先来看一下这个搜索广告 那这里的话呢 是整个搜索 这个是PC端的一个搜索结果页面 那这个是这个手机端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 这也对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整一个搜索结果的页面 那其实有很多 卖家不太了解谷歌广告的 会想说 诶 谷歌广告是什么样子 我要怎么去 去写我的这些关键词 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去排名到更前面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张图来去给大家 做一个谷歌广告页面的 一个呈现的分析 好 OK 好 那上面的这一个搜索栏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搜索指令 也就是我们客户搜索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iPhone手机壳 那这个的话很好理解 那下面的话呢 这一个阶段 是我们整一个付费搜索的一个页面 呈现结果 也就是说 这里所呈现的这些网站 都是通过谷歌广告后台竞价 而得到了一个网站搜索结果 这也是我们所有做广告的 你可能会出现在的这个位置 那下面这一部分的话呢 没有带AD标志的 就这一个部分都是有带AD标志的 那下面没有带AD标志的话呢 就是自然搜索的一个页面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呢 也就是谷歌搜索引擎算法得出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SEO 你要去不断地去优化你网站 去做一些外链等等 这些来得到的一个网站结果 好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投放位置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的谷歌搜索引擎上面 或者是谷歌的一些搜索合作伙伴 那出价方式的话呢 也是大家所守之的CPC点击付费 也就是说 你的广告呈现在我面前 OK 那下一步我点击了它 广告主才会去进行一次扣费 那这一个的话呢 其实是搜索广告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大家去做广告 肯定想要知道说 我是排在地级 我到底是排在这个位置 还是排在下一页 或者是页末的位置 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 我们谷歌广告排名的一个算法公式 OK 大家想要知道你可以排在哪里 那我们最终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去做最终的一个决定 那出价的话其实就很好理解 就是您愿意为我们这一次广告点击 所付出的一个点击成本是多少 比方说你一天的预算 你可以放在100刀 也可以放在1000刀 那你单次点击 你可以最高上线 你觉得你的产品不是特别的热 或者你去查了一下 你这个品类 这个关键词 它的一个单次点击的平均价格的一个区间 大概在多少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值 去设置你的每日最高预算 以及说你的这个单次点击的最高点击费用 那在出价这一块的话呢 就比较好理解了 那不太好理解的是 质量得分这一块 可能很多我们的广告主卖家朋友们去做谷歌广告的时候 会发现说 诶我出价我都已经放在一刀了 甚至我放在1.2 1.5刀了 已经很高的一个出价了 为什么 我的广告效果还是不好呀 我的效益还是很一般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去确认一下 你的质量得分大概是在多少分 在你的广告后台 它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质量得分的呈现 我们质量得分的话呢 是分为三个因素去做最终而决定的 点击率相关性以及着陆页体验 那在质量得分这一块的话 可能点击率跟着陆页的体验 这两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广告相关性的话呢 要怎么理解 我们通过这个图来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那广告相关性的话呢 我们从这三个方面 第一 匹配客户搜索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去搜一个能发货到西班牙的商业洗碗机 OK 这是我 这是用户的一个搜索字词 搜索的一个关键词 那我们最终显示相关的一个文字结果 你看在广告页面 就是广告搜索页面结果的一个呈现的话 排在第一位的是 商业洗碗机支持全欧洲发货 这样子的一些关键词语 以及说它的一个广告描述 那这个其实是跟我搜索的字词是非常匹配的 能发货到西班牙 它是支持全欧洲发货嘛 商业洗碗机也是我想要搜索的这个东西 好 那最终呢 我点击你这个广告 因为你所呈现的这些信息 是非常符合我内心的一个预期跟需求的 那我点击进去你的广告之后 所呈现的网站的一些相关内容 它也是这个商业洗碗机 包括说我进了网站之后 整个网站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政策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它是告诉我是全欧洲可以发货的 OK 那这一个其实是我在做这个搜索的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那这个流程下来的话呢 我的字词以及说你呈现给我的广告 以及说我进入到你网站上面所呈现给我的内容 它都是非常高度的相关并且一致的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你的广告相关性 高度相关 高度非常高 那我们在后台的在这个广告后台可以去看到 你的质量得分 你的这个关键词的一个质量得分 包括说它的点击率是几分 相关性是几分 中路页体验是几分 那如果现在有在做这个谷歌广告的这个卖家朋友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你的这本广告组下面的关键词 它的一个质量得分的答分是几分 如果你发现说 你的得分是在六七分的水平 那就是还有优化的空间 但是也还可以 如果说你的得分是在八九分十分了 那就是说你的整个质量得分都是非常高的 非常优质的 那如果说你发现 你的得分在五分以下 六分以下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你就得去 去在这方面去做一些优化跟升级 好 那这个搜索广告的话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这一块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谷歌的展示广告 那谷歌展示广告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好理解 就是跟搜索广告有一点不一样的事 它是主动的去展示在 所有的用户跟消费者的面前的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的一个图 其实它在这一边 侧边或者是说它在上面 它会有一些广告位 那这个广告位的话呢 是 那这个广告位的话呢 它是取决于这个网站 它所设置的广告位是在哪里 它是不 就是 不是固定的 OK 那展示广告的话呢 我相信可能相对来说 更大部分的卖家朋友 可能没有怎么去接触去投放过 因为其实它 虽然说是主动出击 但可以带来大量的曝光 但是它的一个精准度跟它 就是转化 就是从转化方面来讲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没有搜索广告那么的稳定 也没有购物广告那么大的量 那其实展示广告的话呢 它会比较合适一些像 可能你是做服装的 就是你的产品的卖点 你的 因为服装的话就是完全看款式嘛 你要第一眼呈现在 用户消费者面前的是 你这个服装它 你这个衣服它长什么样子 什么颜色这些 那可能在一些视觉冲击性上面 更强的这种产品 它会更适合用展示广告去 去做投放 好 那 那它同时的话 也可以去展示在各种类型的设备上面 跨设备的去进行展示 像 Pad 或者是手机端 都可以去进行展示 那 还有一个展示广告相关的是 之前是 前段时间不是疫情嘛 就是疫情最最巅峰的那个时候 可能国外疫情更加的 就是比国内疫情基本的下来 但是国外疫情就是非常的猛烈 但那个阶段的话呢 其实会有很多疫情相关的一些产品 一些新兴产品会出来 相比方说一些 移动的这个医疗房等等这些 这些设备 那其实当时我们是有一个客户 他在 就是这个产品出来之后 就直接是用展示广告去做大面积的曝光 前一集的这种展示曝光 那最后的话 就是他这个产品的话 最后出来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就能够快速的去 曝光在这些客户面前 那像这种特点的产品的话 就比较合适用展示广告去推 不好意思 OK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是YouTube的视频广告 那视频广告的话呢 其实他 就是我们可能 就相对于展示广告来讲 可能更多的卖家 他也没有去接触过视频广告 因为我们所以觉得 就是视频广告 他会需要你的整个视频素材 是比较有创意的 是要比较好的 他才能够 就是带来较好的一些转化 如果说你 就是 就是对你的视频素材要求会比较高 但其实 像YouTube视频这一块的话呢 他会比较合适 也比较适合去作为 一个 一个在营销的一个 一个广告形式 那像比方说 我们这边会有很多 通过搜索广告进来的一些 产品搜索量 他可能到了你的网站上面 去看了你 某几个产品 去看了你的这个 这个专利证书 或者是去看了你的这个 公司介绍等等这些 那他最终 可能出去了 那像这一部分流吃的呢 就是我们没有影响到的 他可能是有购买意向的 这些消费者 那或者说 已经加购了的 但是没有去进行转化的 这部分 访问者 那最终我们可以去通过 这个YouTube的一个行动广告 Call to Action的一个行动广告 去再次触及到他们 那对于这一些 我们可以去通过几种 几种形式嘛 一个是自定义的意向受众 那比方说 他要去搜购你的品牌 或者是产品的这些关键词的 或者是说 到达你的网站 但是没有去进行购买的 这些网站的访问者 那以及说 未转化的这些访问者 我们可以去对他们进行二次的处答 对 那行动广告的话呢 在帮助我们广告主 去触及到这些潜在消费者 以及说在YouTube平台上 其他具有购买可能性的这些受众 是比较有效的 因为他可能今天去进了你的网站之后 看到你这个产品 有可能他会去在 有可能他会去YouTube上搜一下 那也有可能他 就是在刷YouTube视频的时候 他突然间又看到你的广告 那比方说你这个时候 可能给他一个优惠券 对于这一部分有转化意向的 你可以给他一个优惠券呀 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对于这一部分的话呢 比方说你可以去引导他订阅 或者是再次进入到你的网站上面 又或者是通过一些营销手段 来让他对你进行二次的访问跟营销 对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YouTube视频广告的一个页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形式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这里是广告栏 就其他的一个形式的有点类似于我们 像我们在看爱奇艺的时候 这个上面不是会有一些广告嘛 那可能有些广告他看了几十秒 或者是几秒钟之后就可以跳过 那YouTube视频广告的话呢 他是可以看了六秒之后 他就可以去选择跳过 或者是你在观看的时候 你就点击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用户的一个点击行为 或者是他看完了你的广告 或者是他看完了 就是看了你的广告超过三十秒以上 那这三种情况的话呢 才会去收一次费用 所以这个广告的话呢 它一个是合适去进行曝光 一个是合适去进行转化 所以其实像我们有一些卖家 他去就是我们去通过搜索广告啊 去通过展示广告 发现广告等等这些 我们去做了一次触达之后 其实你花了的这些广告费 所带来的这些数据 是完全可以再去进行 二次的一个利用的 我们去把这些 就是你已经花了钱嘛 对吧 那你花了钱之后 你肯定是要去对他们进行 二次的营销 这样子才能够最大 就是利益最大化 对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他会有一些按钮去 去推动用户 或者消费者的一个点击行动 了解更多 或者是你立即去购买 或者是你先做一个订购 尤其是 那比方说像在 这个栏的下面 可能会有你的一个网址 或者是一些跳转页面 可以去给用户去进行选择 那视频广告的话呢 大致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购物广告 这也是我们电商 也是做独立站 做电商的这些广告主 最关心那种广告形式 不管你是有没有做过 谷歌广告你都一定听过GMC 那GMC它其实就是 谷歌购物广告的一个商家工具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购物广告 它为什么可以这么火 为什么它流量可以这么高 为什么大家都想去做它 那其实 OK 好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购物广告的一个界面 是这样子的 这是在PC端的一个界面 它可以去展示出你的这个商品的图片 可以去展示出你商品的标题描述 以及说你的这个价格 包括下面还会有一些附加信息 像你的这个商家地址呀 或者是一些促销的信息 那这些都是在用户他进行第一次搜索之后 网站上的一个搜索结果页面 第一次呈现在他面前的样子 那基于这些信息的话呢 卖家就是消费者 他在进行这个搜索的时候 他会搜索出他想要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关键词 并且他可能内心会有一个需求的标准 比方说我对这个东西 我大概是想要 我能够接受它的一个大概价格是在多少 我大概想要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那其实通过购物广告最先呈现出来的这些信息 就能够完全让我在第一次搜索之后 就能够有一个判断说 它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那如果我点击进去了 那我的一个购买的转化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他 为什么能够带来这么多用户互动 以及说他的高下单率的一些流量的一个原因 好 那购物广告除此之外的话呢 还可以来去呈现在我们 购物的一个标签下 或者是在web这里 或者是你可以点到购物这个标签下 那下面全部都是购物广告的一个呈现 以及说可以展示在图片的搜索上 那像目前图片搜索的这个功能的话呢 是指目前只有美国和日本推出了其他国家的话 还在测试之中 那如果你说你是投日本站的 或是投美国站的 那你可以去使用一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购物广告它的一个原理 就是它为什么可以这么精准的去展现在用物面前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流程 就是刚刚说到的GMC 就是Google Merchant Center 那所有的这个零售的商家 我们独占卖家都需要在merchant center上去上传你的这个数据feed 包括说你产品的名称 属性 颜色等等这些内容都需要去上传 那上传完了之后呢 当用户在搜索的时候 Google它会去根据用户搜索这些关键词 去跟你的feed 去做一个匹配 那再结合到你的这个出价 它会去做一个排序 对排列 那只有当用户它点击了你的广告之后 并且到了你的网站上之后 你才需要付费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点击付费 对 好 那以上的话呢 我们了解了一下谷歌几种常见的广告类型 尤其是像购物广告的这个原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因为也是在这个阶段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广告政策方面的一些内容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在做广告的时候最头疼的一个东西 所以今天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然后分享在这里 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截图 或者是之后再添加我们同事的微信 去拿到更详细的一个资料 好 那我们谷歌账号其实最常见的几种情况的话 就是被封号的几种情况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规避系统可以付款 还有GMCA被封 不管你是 highly suspicious 还是 custom label 你被封的概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你要怎么去解封 包括说你在这个注册账号之前你要去注意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规避系统这个原因 那其实规避系统它可能造成的原因哈 就是比较多的 它其实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可以在广告账号开之前就先注意一下这以下的几个点 那首先就是你是不是有注册多个账号 如果你有注册多个账号 多个网站站点的话呢 那你最好去做一些站点之间的反关联 以及账号之间的反关联 像IP啊 邮箱啊 以及说你的VPN节点的话 就不要频繁的去进行更换 最好去使用一些比较稳定的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可能是认定站群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很多个网站的域名相似度会比较高 那可能你你这一个品牌 就我们所说的品牌哈 然后你这个品牌的 就是直接作为你的网站域名 那你可能有另外一个站 然后又是这些品牌 就是后面加了一些后绝啊等等这些 那你的相似度就是会比较高 那可能你有一个站封了之后 你另外的几个站也有可能关联会被封掉 对 所以这个也是要去高度注意的 那第三个的话呢 也是很多独立站卖家 会会掉进坑的一个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就是你在开你的GMC的时候 他会要你去绑定你的Ads账号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先不绑定 或者是你先绑定一个其他的无关的账号 就是Ads账号 这样子以免就是你GMC开了之后 把你的Ads关联也一起封掉了 因为GMC基本上你开了之后 它现在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先会把你封掉 你先申诉再说 对 然后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开GMC之后 一定先不要关联的GoogleAds账号 你甚至你的GoogleAds账号 可以先去跑搜索 跑展示 跑视频 你可以先跑起来 就是相当于说先把这个账号先养一段时间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你的GMC的通过概率 也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那最后一个就是网站的内容合规 这个是必须的 这个就不再多强调了 就你的内容具体是不是合规的 你自己心里其实也是清楚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使用一些虚假的插件 最好是不要有插件 因为我们会发现 有时候它在进行机审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个插件 它会去判定为恶意软件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把你的广告给暂停掉了 等等这些 就是还挺难解决的 就是最好不要有这些虚假的插件 那申诉材料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去提供 比较基本的一些信息 像一页执照 法院生病症 办公室的环境照片 工厂的一些照片 如果说是有合作的工厂 可以去提供到一些 跟工厂合作的一些 相关的材料说明 那如果说是自己的工厂 你可以去拍一个工厂的 工厂的这个门头照 或者是工厂的一个实拍 也就是说产品的实拍图 包括你域名所有权的一个截图 就是所有能够证明 你企业在正规经营的 这些资质的证明 就可以 那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在网站上面 要去完善About Us的 一些介绍 包括关于企业的介绍 以及说产品的一些介绍信息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 独立站的这个条款啊 就可能都是复制模板的 那这种全网 大面积全是都是这种模板 谷歌它一搜索就能够检测得到 那其实在这里 我们要去做一个正规生意的话 那就最好是把我们的 整个介绍都介绍清楚 好 那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你在申诉信中的能够 最好是使用英文 说明现在目前账号 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包括你 这里我还写了一个小tips 就是你的申诉信中 可以去加上一段话 具体你要怎么表达 是 就是你们可以想怎么表达 都怎么表达 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我们目前 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个 我们的妙国的市场 是中国大陆之外的一些国家 那可能VPN啊 这些 是必须要 就是我们要去登录 谷歌账号所需要的一个门槛 跟必须条件 那以防它是因为这个原因 去把你给封掉的 好 那 第二个这个 被封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就是GMC账号被封 那GMC账号被封 也是大家非常头疼的一个 一个一个原因 因为再忘记 大家都想要跑GMC 跑购物广告 起量快 是不是 那被封了之后怎么办呢 那这里的话 就给大家列了一些 关于网站方面 要去整改的内容 都是 就是 这个 这些内容的话 其实确确实实 都是你一个完整的网站 就是最好都要有的东西 第一是你的 contact us页面的话 你的电话 邮箱跟地址 这三个信息 最好是全部都有 如果你地址写的是美国的话 那你要提交你的一个地址证明 比方说你有地址的营业执照 因为有的情况的话 像你可能是注册的一个 只是有一个海外公司 这样子的一个营业执照 但是你没有实体的办公地址 没有实际的工作人员在那边 有时候谷歌的这个审核团队 可能会给你那边的 那个留的那个电话去 打电话过去 去做这样子的一些确认 但是这个也 就是有可能 我们猜测会有这样子一些情况 所以最好是写 写真实的就行 那你的网站地址 跟你的GMC商家信息 以及说你要 营业执照上面的地址 都是要保持一致的 那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shipping policy 你的配送政策呢 必须说明发布时间 邮费 免邮政策 海关税啊 承担方 以及说延迟到后的一些解决方案 等等这些 就是这些内容的话呢 就是 其实是你整个配送政策 所必须的一些内容 所以你最好也都把它给写清楚 写明白 那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退完货政策的话 这一点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有做到 就是如何处理退完货 是否接受退完货 以及说你的退款的处理的情形 接受的时间 以及说它的一个时效 可能在这里有一些 卖家会漏掉的一点 就是你退款处理 就是退款处理的时效 跟到账的一些时效 因为有的 有的信用卡跟银行 它可能时间不一样嘛 那这个其实我们要去做一个说明 它的一个责任方在哪里 那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支付方式的 你网站上一般都会有首页的话 最下面一般都会有 你支付方式的一些logo 那我有时候可能会看到 有一些卖家网站上 有十几二十个 有好多个这个支付方式logo 但最终要去结算的时候 可能只支持PayPal 或者是只支持某几家 那这个时候 就是在这一点要说明的 就是你的这些logo 要与你最终网站 可以接受的这些支付方式 是保持一致的 那同时你的付款流程要顺畅 确保去没有出现一些 无效页面的跳转 因为如果说是人工审核的话 它如果查的比较严 它可能也会去走一遍 你整个支付流程 是不是顺畅的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要注意的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GMC账号被封 要去准备的哪些申诉材料 那营业执照 然后法人手持营业执照 在公司的照片 就最好是带上公司logo 就在公司前台 拍到公司logo 并且你的营业执照内容 是要清晰可见的 办公室的照片 以及产品的实拍图 那实拍图的话呢 就不要带任何的滤镜跟PS 就是你实际拍出来的图 而且你的产品 如果是做品牌的 那你的产品是最好带有 你的品牌名 或者是跟玉米相关的一些logo 那比方说你有做 就是第五个的话 就是你其他渠道广告 投放的一些链接地址 比方说你在做亚马逊啊 或者是eBay啊等等平台 你有店铺 那你可以把你的这些店铺链接 以及说你最近一个月左右的一些订单 以及流水这些可以截图放上去 那这里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 因为我们可能亚马逊平台 跟独立站做的不是同一个品牌 那最好的情况是 你的品牌是同一个品牌对应的 如果不是的话呢 可以去想办法提供一些资料 证明它是在同一个主题下 OK然后第六个的话呢 就是Facebook或者是Ince等等这些社媒的一些主页链接 然后以及说你的这个商业模式 你是dropshipper还是你是manufacturer 这些或者是你是跟工厂有合作的 这个可以去进行一个说明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一个你有其他的一些网站 然后也有在正常进行这个广告投放跟出单的 那这些也可以去提供下来 对然后整个GMC的一些申诉材料的话 大致就是这些 然后如果说大家需要一些完整的申诉模板 可以稍后添加一下我们销售同事 或者是我的微信可以去给到大家 好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呢是可疑付款 就可疑付款的话 它的一个情况更多出现是在 自己注册的账户被封 被可疑付款的一个情况下 那这种情况我们在开户之前 就建议大家直接使用人民币去进行转账充值 然后如果说你是美金账户的话呢 你设计自动付款可能会出现这个可疑付款 或者是payment under review 就这种概率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建议用人民币去进行转账充值 就直接打到谷歌 谷歌花旗银行的那个卡上 对然后建议不要使用你之前 就是被封过的一些信用卡 或者是银行卡去进行绑定 这样有可能也会去被关联到 那申诉材料部分的话呢 就是准备一下你paypal开户的一些付款人身份证信息 信用卡的持卡人身份证信息 营业执照以及银行卡的这个照片 对大致就是这些 如果说你是你你是代理开户的话呢 就可以付款的问题基本上就出现的比较少了 好那最后的话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enjoy跨境电商 那enjoy跨境电商的话呢 其实是脱胎于enjoy出海的一个子品牌 那我们之前enjoy出海是致力于在开发者段 去进行这个就是协助很多的这个开发者去出海 去顺利出海 那同时我们也跟Google啊 Facebook Twitter啊 以及说国内的一些像华为小米等等 这些渠道我们都要保持着深度的一个合作 那在媒体渠道资源这块的话呢 也是比较丰厚的 那在去年的话呢 公司也是迎来了这个转型升级去脱胎了 就是我们去重新组建了一个这个enjoy跨境电商 这样子的一个电商团队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也有去做一些这个出海学院 像线上的一些直播课 像今天这种形式的 那以及说一些线下的沙龙 我们可以去定期的组织一些交流互动 那线下沙龙部分除了像 就是可能邀请几家媒体 或者是几家服务商 我们一起来去给卖家做一个分享 那可能或许的一个线下沙龙 我们也会更多的去尝试 卖家之间去这个交流学习跟互动 那如果今天在这里有感兴趣 想要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卖家 也可以去联系我 或许去给大家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平台 那以及说我们有enjoy跨境电商的一个公众号 去发布一些干货的文章 像一些政策申诉的渠道啊 以及说我们行业动态啊 或者是要怎么去闭坑等等这些文章 我们的公众号都有去发布 以及最后一对一咨询 就是可以去跟我们的这个业务同事 去进行交流跟沟通 好那同时我们跟这些服务商像华为 阿里云以及pingpong 就比方说你想要去对接一些支付 想要对接物流 想要对接海外仓等等这些资源 我们都可以去提供到 我们合作的一些卖家 那同时我们是谷歌广告的一级代理 以及Facebook的这个优质的合作伙伴 那像目前TikTok Snapchat等等这些社媒 我们也都有在合作代理业务 好那最后的话就是 针对我们一些优质的这种品牌客户 我们可以去提供 全流程的这样子的一个定制的方案 去给到品牌客户 包括说账号申诉解封 行业白皮书 行业爱立参考等等这些资讯 也都可以去联系到我们 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去获取 OK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代理业务这方面的业务对接 可以去扫一下左边的这个同事的微信 他主要是负责我们电商业务这一块 那右边的微信呢 是我个人的 然后如果有服务商 或者是有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些内容 想要对接的话 也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 好 那我这一趴的话呢 就是内容差不多讲到这里 然后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大概留个两分钟时间到 到三点一时就下一位 下一位讲师Affi那边来 来直播